拜拜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7点5分 我们决定打包大米 大米的话这里 就是前面打包 这里有100多斤 我们今天要出货 休息 待会你就打包垃圾 可以 大米这一包是5斤 我们一小时能装5斤 因为下下的快递限重 现在我来拿包垃圾 先把几箱去皮 这个箱子的话是装5斤的 好 这一小五斤 好 好 开了15公里 我们现在到了隔壁镇市门前 现在师傅在这里等我 这里的话 今天我们数数 待会儿就让师傅点一下数 因为我们是在数量给担架的 给师傅带下去 货已经做好了 师傅现在去歇城了 但是他这个车比较小 他还去那边会合的 跟那一个师傅 妹妹你看你昨天这个脸 鼻子上面塞到了 这里走慢一点知道吧 去玉米 走路不要那么急 对玉米包你赶快吃吧 你好意思说 你跟着后面 躺在前面 我跟着后面 你不可能 他跑得太快了 下来是面条吗 早上煮的面条 今天不需要大包好吗 这个这么久还没糊 还可以哦 这个面条还可以 你看这个面条还没糊 真的很好 是对面买的 可以 这个面条可以 10块钱一眼 900克 所以那个师傅在等了我 几分钟 因为我们后面不是有 有两个分钟 有100大钱吧 就把他去打包去了 就耽误了一下 等到几分钟还好了 不是嗨觉的话就没关系了 你看我们现在发货 都要送到隔壁镇 隔壁镇查在 他那个大货车 就比较大的货车 送到县城去 哎呀 现在生通快递 不来我们振上了 也满货了 要赶早 下午发货 现在什么都不好说 你看 天马服务在搞费了 所以他们生通快递 都不瘦田 不来拿货了 想着还说不比成天 想着你看我们这里拿快递 拿快递两 两块钱三块钱 是不是 把快递还得带下去 所以在农村坐垫上 虽然说 农 这个土地产比较多 但是快递这一块 真的 成本比较高 而且不方便 好朋友 谢谢大家